你认错人了 那凤伟真主所说 你们之间的恩怨是假的 我以三哥的身份入狱 你是如何知道 我就是江州的蒙面人 且在我刚才提出 江爵被杀一时 你的反应足以证明 你和江家有关 而且最关心这件案子的 除了江爵的儿子江白玉 你们还会有谁 你们从一开始 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根本就是另有目的 可笑的是 我以为我们真的是 文学爱好者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 真不该对你们两个心软 我以为你 既然你认出来了 那我便不否认 但你记住 始终是我一个人 那个姑娘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那日与你聊话本 我并不知道 你与氛围镇主有关系 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做了这么多年杀手 最畅快的便是 与你们相处的那一天 那日你也说过 杀手做的事情 是无法被原谅的 这说明好坏在你心中 自有一把尺子 你告诉我 凤伟镇主在哪里